一彩学院的课程 先说一下周日下午两点是有抖音有看头直播的 有时间的反正你可以看一下直播 没时间的就是到晚上或者下午 你再去看有看头上的回放 因为我们现在还有新的学院加入 就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语音课的时间 语音课的时间是周三是下午就收盘后 那么周五一般都是中午 为什么周五放在中午呢 是因为周末的时候反正还有直播 就是没有讲到的东西 我们直播的时候会讲 还有反正会写周末的收评 也会把一些内容补充进去 那么中午的课呢 录完以后呢就会上传平台 一般呢反正就一点多你就能看到 那么有的时候呢可以有利于你下午 这个交易做一些参考 就这个情况 那么周三的课呢是这个 下午一般都是五点之前你就能看到 对吧 那么当然也有可能 有的时候可能因为有些事情啊 什么的可能会录的时间晚一点 那么我们主要就是以课程为主 年课这边呢反正是有交流的地方 对吧 大家都知道会有交流的地方 基本上是有找五评收评加语音啊 但是呢不提供个股以及个人的指导啊 就是我我讲过的一些东西呢 我会说啊 我会说就是你也不用这个来来回回问 对吧 该怎么样呢我都会说啊 这个呃 大家也知道我就是没有提起的呢 没有提起的方向呢就代表我不太看好 或者说我看不懂啊 就是仅此而已好吧 那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课程啊 那么今天的课程呢先说两个 两个两个东西对吧 就是可能大家比较关心 那第一个呢就有先问 一直在问这个北交所的事情啊 那么我说一下啊 北交所呢实际上你可以把它 我们去看一下今天北镇武林吧 这个北镇武林对吧 今天又创了这个就是历史新高啊 这是北镇武林的指数啊 各国就不说了啊 那么呃 北镇武林的短期就看一下60分钟就可以了啊 就看一下60分钟 那要小心60分钟上的二次顶背离啊 这是这是前面的第一次 大家看啊 在这个地方对吧 这是第一次调整以后上来 这里又调整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红柱就是股价创了新高 红柱缩小了对吧 这是第一第一次 那么这是第二次啊 现在是要面临的第二次 你看红柱也是依然缩小 虽然是上涨的 所以要小心60分钟上二次的顶背离 一旦形成 那这个调整就是日线的调整了啊 这个调整就是以周围单位了啊 所以北镇武林指数呢 就大家去学会看这个啊 越是创新高越是疯狂 你越是要冷静啊 你不能光看日线 对吧 所以北镇这块呢 或者说北交所的股价呢 更多的比如说像今天的创投概念 对吧 那么就是 很多人就会去做北交所的这些品种啊 去做北交所的品种 那么像这个 我就读一下吧 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啊 就就大概的读一下吧 就是早上其实我也看了啊 我也看了这个 就是高开很多的那个叫啊 涨顶版的那个叫 云里物里对吧 云里物里 还有一个呢 就是美之高啊 美之高这种啊 就是这种呢 其实就是还就是直接像这个主板的手 做法是一样的 对吧 就是做法 做法是差不多的啊 差不多的 那么这种呢 就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啊 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那其他的呢 反正就是也是一样 反正指数少了以后呢 就会跟跟跟 跟风嘛 跟上来涨 对吧 就是基本都是这一类的 会好一点 会好一点 那么 具体的我就不一一跟大家讲了 具体的就不一一讲 那么 北交所的情况呢 反正就这样 后面也是一样啊 那 我们先说北交所的指数吧 对吧 北交所指数已经创了历史新高 那么 正好我昨天在其他地方讲了 它 作为一个历史新高的指数 对吧 那么其实它就是牛市的一个标志嘛 既然北交所能创出历史新高 那后面其实我们更值得期待的就是 客创版啊 对吧 其他创业版啊 包括主板啊 都会跟上来 那么它只是一个 因为30厘米弹性最高嘛 对吧 这是一个 那么当然 大家在讲笑话就说 北交所的票 这个 很多啊 其实还是 是有瑕疵的或者说还是行业里面排后的 对吧 那么北交所也讲了 呃 我是行业里面不太好的股票 对吧 但是呢 呃 主板 包括什么创业版之类的也有很多垃圾票 对吧 那么他们凭什么有几百倍的适应率 我就不能有 那么所以这是北镇武林现在涨的非常这个厉害的情况啊 当然呢 也跟最近管理层这个对吧 就是暖风平吹嘛 就是是加大这个呃 就是北交所的这种投资力度啊 这个鼓励呃 北交所的一些企业啊 有些企业上市 那么呃 所以在没有这种强奸管出来的情况下呢 那么 北交所的股票后面其实依然是很多题材类型 就是比如说某个题材出来以后 是很多题材做题材类型选手的一个日内弹性的参考 对吧 当然这个东西我说了 它涨的时候是很厉害 对吧 就是涨的时候是30% 跌的时候也是30% 就像这一次对吧 就上次你记得大家记得吧 就是呃 对周一的时候 然后我就说了对吧 那做电视节目的时候 我说第二天北交所会出现大奔起 然后呢 第二天我写的时候 我说第二 这个周三的时候还要回一回 起稳就OK了 那所以起稳了以后 他又上了一个台阶 对吧 那么现在唱了一个台阶 就是我说的 60分钟上要特别小心 一旦出现顶贝利 那么他就会出现日线的这个增内要调一波 对吧 就调一波 那么增内如果要调一波的话呢 他就要面临着去补这个缺口了 就补这个缺口了 好吧 大家反正就是做北交所不要上头就行 当然 即使北交所指数调整的话 肯定还会有某些个股是上涨的 因为某些个股可能跟市场的题材相吻合的 那么这个就是北镇50的一个做法 就个股呢 我就不做这个解释了 或者说我也不做那个个股的一些分析了 好吧 因为这个呢 毕竟我觉得弹性比较大 还有一个呢 有的学员他是没有开通北交所权限的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去跟大家讲 好吧 好 那这个还有一个情况呢 就是我也经常会讲到 但是不是说每次都会帮你讲 或者说每一节课我们都来去讲这个事情 所以跟大家也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这个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港股 就是港股 那么港股呢 是对于说是 怎么说就是 目前来讲 因为港股那边我就说一下 就是大的趋势没有什么变化 最近很明显呢 是A股不比港股走的差 对吧 那么港股那边呢 因为它牵涉到国际资本 主要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港股那边呢 比如说现在大家看到了 美元指数最近还是很强势 对吧 但是 市场包括昨天晚上的这个失业救济金零数 对吧 也是这个比预期要好 就就美国那边 那么他们用数据管理来强撑这个美元指数 同时呢也给大家造成说 美联储11月份有可能不降息 不再降息的这个 假象吧 我觉得就是假象 或者说这个 给出这种很强硬的这种数据 对吧 但是实际上 大家可以看看 美国的那帮小弟 对吧 这个 加拿大又再次降息 50个基点 对吧 包括欧洲央行之前也是降息 所以其实他们是一个共同体 既然加拿大也好 欧洲那边也好 对吧 已经很明显的进入到降息周期 或者他们的经济数据 已经表现的一览无语 那我相信他们的大哥也好不到哪里去 对吧 所以其实 现在更多的是一种博弈嘛 那包括美债还在升 对吧 那这种 我觉得美国也是很难扛 那么这些数据的管理呢 可能更多的跟什么有关呢 跟接下来的11月5号的这个大选有关 对吧 到底是川普还是这个 这个哈利斯这个 所以 如果是后者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 现在就是用数据管理在位后者拉票 对吧 那么前者的话呢 上来的话呢 可能更多的会有一些贸易的冲突吧 对吧 反正就是这种情况 那我觉得 港股那边 就是现在正在交易的 其实更多的还是 就是 美国大选的一些不确定性 所以至今呢 大的资金没有什么太大的作为 或者说没有去 强行的去做 所以港股会显得相对比较弱一点 就震荡 对吧 然后港股那边呢 其实我觉得包括一些什么腾讯啊 阿里啊 美团啊 这些反正大家耳熟能详的 对吧 这些品种 那我觉得前面也涨过一波了 现在正进入到一个震荡期 正理 这个这个这个 就是震荡期或者整理期 这个很正常的 这个是很正常的 所以 也不必有什么担忧 那么大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像这种 这种品种呢 你们就去 就我就 就讲了 对吧 就反正就是不给你看那个 个股了啊 省得软件来回切换 反正你就知道就行了 对吧 那么对做港股的呢 就是你看到这些中概互联网的品种呢 你多看看月线 我的建议就是 你多看看月线 你就明白了 对吧 它的趋势有没有改变 如果月线上的趋势 没有什么改变的话 那你也不用 这个 就是自己下自己 或者来回的折腾 这个是 关于港股的事情 所以我也说一下 好 那我们回到今天的市场 今天互生指数是快速收复了 这个五日均线 就是昨天不是只有上阵指数在五日均线 其他都 跌下去了 那么目前有个很大的问题 MACD指标已经视察了 看到吗 MACD指标已经视察了 然后呢 大家再看一下这个成交量 那么这个成交量 昨天是缩量调整 那么今天是比如说 放量上涨 或者说反击 马上收复五日均线 对吧 快速收复五日均线 看上去其实挺强的 所以下午呢 原则上不能说量 因为我给的这个成交均量线 大家再看一遍啊 如果它的阳线 就像类似像 比如设整啊 我举个例子 这里也是下跌 对吧 它反弹了 结果呢 根本就没有反弹到 均量线上发 结果又下去了 对吧 结果又下去了 就这种情况 这里也是一样 又下去了 直到这里 对吧 反上去了 成交量上来了 才能顶上去 对吧 就这个两万亿的时候 才能顶上去 那么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 也面临这个问题 所以虽然今天市场是浮涨 而且这个 大家可能都是赚钱的 对吧 但是我先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我不会因为涨了 我就看涨 所以包括今天早上 写早评的时候 也跟大家讲了 真正的考验 是在下轴 而不是今天 今天我认为 再怎么差 也是个震荡局 对吧 那么 今天早上成交量 放大了800亿 然后呢 整体 为什么呢 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 就是市场的这个 交易情绪比较好 对吧 那么就 类似像什么 双城111之类的 昨天第一天版 今天继续涨停 那这个就很好了 对吧 这个像这种 就直接一字版了 这个城地相将 这个也是股权转 对吧 现在已经变成 这个 这个 算力股了 对吧 那么 这些其实就是 都是加分项了 对吧 那包括这个 昨天 大家一起做的 对吧 就是大家都一起做的 文艺科技 对吧 也是这个 快速 对吧 基本上就是秒板 快速秒板 就这种情况 那么 所以今天的这个情绪 是非常好的 包括那种 就是什么 青岛金王 这种都是 聊起来了 对吧 还有呢 就是海能达 对吧 连板 这个是中东BBG概念 也是一样的 对吧 海能达 昨天是 这个海能达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昨天是典型的烂板 对吧 而且是尾盘涨停的 那么今天 它实际上就是 早上就要烂板转强 直接高开转强 那就可能 这个票肯定是 继续涨停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今天可能情绪 是没有问题的 我已经跟大家讲了 就昨天我写收品的时候 专门跟大家讲 今天早上开盘 你就看 情绪好还是不好 如果情绪好 那怎么叫情绪好 就是这些股票 都是高溢价 对吧 都是高溢价 包括这个 我昨天不是说光智吗 对吧 这个光智科技也是 你看 就没有什么负反馈 早上开的还行 那下一下又又上去了 就这种都是很好的 所以说明什么呢 就没有什么负反馈的 也没有什么大低开 那么今天市场的情绪 就会很好 对吧 那么情绪好呢 无非就是看 什么板块来带 什么板块来 这个就是来领长 对吧 还有一个呢 就是看 无日均线能不能快速收复 以及市场的成交量 对吧 那实际上今天市场的 整体的走势 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强 比我想象的更强 主要就是来自于 新能源赛道 就是这个电池 对吧 就是光伏电池嘛 对吧 就是光伏电池的这个 包括这个新能源赛道 那么市场都在传 因为从早上就开始传 昨天晚上就有电话 就在传什么呢 就是传包括这个 铜维啊 龙基绿能啊 就这些光伏的巨头 对吧 这个开始 这个产品涨价了 就他们的这个产品 要开始酝酿涨价了 当然最终 是不是会真实的涨和怎么样 不知道 那么现在反正市场都是这样的 只要有个传闻 只要有个这个驱动 对吧 他们就会涨 就这种情况 所以因为实际上 我今天我也不知道说 一定是哪个板块能涨 或者说能临涨 那这个 昨天也跟大家讲了 对吧 要看一下日内最强的 这个方向 就是 早上其实就是他们最强 那 我也说一下 对吧 那天周三的时候 其实新能源赛道是涨的 那 昨天是回落的 对吧 今天又涨了 那么说明什么 这个包括新能源赛道在内 其实持续性也不好 但是我说了 这个赛道 就新能源赛道 应该是会走一个小趋势的 对吧 会走一个 走一步趋势的 趋势什么意思 就涨一天跌一天 会再涨 那么再调一调 慢慢就中心上 那么当时呢 就给了大家三个股票 对吧 就是我认为 就是参考吧 我认为这是辨识度比较高的 为什么呢 因为新能源赛道当中 其实过去套的最多的 套的最多的 就套的最最多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机构 对吧 就是公募 他们套的是最多的 其实他们就是 持仓也是最最大 对吧 那么一般来讲 你选股票的时候呢 第一个你就要选一些机构自己回补的 仓位回补的 第二个呢 就是一定要有辨识度的龙头 那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帮大家选的是通微 对吧 实际上通微啊 TCL都是一样的 中环都是一样 那我那天跟你们讲的是通微 对吧 那么通微实际上 那天是涨停一半 它属于行业龙头 就是比如说涨价什么的 肯定是 涨价通知啊什么的 肯定是他们发起 对吧 那么我的要求就是 这个 昨天嘛 这是周三选的嘛 对吧 昨天我认为就是 能不能能低吸吗 就低吸一口 对吧 那么今天呢 实际上比如冲高回落今天 昨天是冲高回落 那今天早上呢 就是很典型的 对吧 本来应该是低开的 变成了这个高开的 对吧 就这种 直接跳上去了 那么就很强 对吧 开盘机是最低价 所以涨停了 另外两个呢 是什么呢 一个是冲打 这是电池的 对吧 就这个是电池的龙头 电池的龙头 光伏电池的龙头 所以 冲打也是一样的 昨天也是冲高回落 对吧 还给你低吸的机会 那么今天也是 很快就上涨 涨停了 对吧 另外一个呢 是来自于机构 也是这个冲打 也是机构买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海鱼星采 20厘米的 来自歌唱版的 海鱼星采 实际上是最好的 这个因为它20厘米 昨天还调整了一下 对吧 调整了一下 那么今天早上 也是一样 这个开盘 就是最低价 然后往上爬 这种票呢 是最好的 对吧 那么你昨天没买 今天也可以去买 所以呢 就能收一个20厘米 那么总结一下 反正帮大家选的呢 应该就是 你们就知道 我的选股思路了 对吧 一个就是 因为是机构的票 你得用机构的思维去看 对吧 就是 就这个道理 所以呢 不负众望嘛 反正就跟大家 分享的 这个三个 有辨识度的品种呢 都是属于 这个涨停了 对吧 就今天涨停了 那么今天等于 新能源赛道回流 以后吧 大家知道 因为实际上呢 就我个人认为 就是如果像这种股票 都不能涨 对吧 就这种股票 我没有去选 奥金是因为那天奥金 我觉得走得不太好 奥金走得不太好 对吧 就我就没有去选他 那么 我主要选的就是另外三个 对吧 那我选这三个的原因 就是很简单 就是他们有 足够的辨识度 一个就是代表行业的龙头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 我就容易 就是去看到这些辨识度的东西 对吧 就看到这些辨识度的东西 那么 一旦这种辨识度的东西起来了以后 对吧 就是反正就是这种 就是电池类的 这个光伏类的 那么一般来讲 像新能源赛道 都是 这个电池光伏 对吧 冲在最前面 就这个原因 好吧 所以呢 本质上就是 跟大家讲了 就是你要不就去做 因为这个我觉得也是做套利 那么今天高潮了 对吧 今天电池啊 新能源赛道都高潮了 而且周末肯定会发酵 说哎呀 涨价了 什么这产品涨价 对吧 出货 出 出厂的产品 产品就出厂价要上涨 那么 周末一发酵呢 周一就容易兑现 那么如果你是买了这些品种的 对吧 那么周一你也跟着兑现就行了 跟着兑现就行了 那么我的本质 其实就大家都知道了 老的学员都知道 我 其实就是给大家去分享这些这种行业当中的一些标的嘛 对吧 本质上就是什么呢 就是告诉你们 如果像这种品种都不涨 你也别指望这个新能源赛道好到哪里去 那么反之呢 如果这个你要买你就买这些品种 对吧 就是大概这个意思 如果涨了这些品种肯定不会落后 那么实际情况大家看到 可能就是 这个就是我交易的一些思路 跟大家讲 为什么呢 就是说 我比如说 即使我内心是觉得新能源赛道的涨 未来的涨幅或者幅度 肯定不能跟科技这些去比的 但是它不代表没有交易性的机会 对吧 如果你想交易的话 那你怎么能够跑赢这个市场呢 什么叫跑赢市场 就比如说你能跑赢指数吧 对吧 就跑赢新能源指数吧 你能跑赢那些后排股吧 甚至于能跑赢ETF吧 如果想要跑赢的 那么你只能在这些有辨识度的品种里面 去寻找机会 对吧 因为他们可能涨的时候 他们会涨得更多一点 甚至会涨停 那这样的话呢 你的套利就相对比较好 对吧 就套利就相对比较好 这个就是我的交易逻辑 就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包括周三也跟大家讲了 对吧 就我不太喜欢那种 就是 因为你要赢着市场 就是迎合整个市场 现在市场这个 就是 现在股票的交易是比较难的 包括很多人 为什么去做宽机 就这个道理 对吧 那么作为我们来讲呢 就是有机会 我就跟大家来分享 我就是 就是我不排斥任何的这种 模式观点 对吧 就是有人做价值投资 有人做这个 这个短线啊 做投机啊 其实市场就很简单 我们到这个市场上来 都是来赚钱的 对吧 你赚到钱就OK 你赚不到钱 说什么都没用 对吧 是这个道理吧 就是你赚到钱就可以 你赚不到钱 说啥都没用 你说你价值投资 不赚钱 或者说 这波行情这么好的 你非要去搞到这里去 对吧 我已经无数次说过了 对吧 电力 银行 石油 煤炭 这些不就是高普希率的吗 包括电信 你非要搞到这里面去 那我也没办法 对吧 那么这些人都是 自己标榜自己的价值投资的 那你说怎么弄呢 包括酿酒 我也不看好 就跟大家说一下 我也不看好 就消费里面 我也不看好 那非要去搞到这里面呢 这就没什么意思 为什么呢 你搞来搞去 搞来搞去 对吧 搞一个月 可能也有收益 但是我们一天就搞定 一个涨定板了 对吧 特别是资金量不大的 在我这里 我认为资金量不大 就你的资金量 在一百万以下 或者两百万以下 都是小资金 其实对吧 那作为小资金来讲 你想做大 你就要在一个 非常好的势头当中 大干蒙干 或者说是 尽量就是做的时候 这个顺势而为 对吧 我只能这么说吧 对吧 那你要利用资金的 就是你要懂得利用的 这个资金的效率 而不是说 非要去 这个 就像过期的黄花 你不要去碰 什么叫过期的黄花 就是在熊市里面 大家追捧的东西 你就别去碰 反过来呢 就是在牛市里面 大家追捧的东西 你一定要站上边 对吧 就一定要站上边 虽然你看今天科技好像是 这个有点落后 对吧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半导体板块又上来了 指数又顶上来了 你一掌 它也顶上来了 对吧 软件也上来了 那元器件也上来了 对吧 昨天我说嘛 元器件 叫不电子 我还能看看 又上来了 对吧 说明他们还是主流 那么比如说半导体里面 那我正好就把技术讲一讲 半导体里面 这个是文艺科技嘛 文艺科技 那天周 这个周三的时候专门写了 对吧 文艺科技我写的是什么呢 就写的是 落转墙 对吧 就落转墙 文艺科技就是落转墙 为什么呢 它是从跌停板上上来的 那张图没有了 那张图没有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吧 我把那个童话顺打开来 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童话顺 童话顺上应该有 它有回放的 看到吧 跌停板上上来 跌停板上上来的 跌停板上上来的 对吧 跌停板上上来的 就这样的 所以这个就是 就是落转墙 落转墙 那么 这是文艺科技 对吧 文艺科技就是落转墙 因为这个没有了 反正就是跌停板上上来的 那你们自己去看 把以前的这个我的教学课程再去看一遍 那么171的这个背领 背领 171的背领是 看一下 看一下 遥叫的背领 对吧 对172的背铃 就是 这个可以用这个讲 没事 172的背铃 这个就是断板反暴 断板反暴 为什么呢 它不是从跌停板上起来的 它就是上来以后 最后反暴掉了 对吧 就这个就是断板反暴 我都提前跟大家讲了 提前讲了 好吧 这个就是 把原来的技术 再去捋一下就好了 对吧 所以我都写得很清楚 一个是断板反暴 一个是这个落转墙 对吧 那么早上第一选择 肯定就像 我的第一选择也是 这个 这个非常有辨识度的 这个落转墙 对吧 所以就很快就拿下掌停下班了 对吧 那么还有一个呢 是双城也有人买了 双城要业对吧 我也说一下 做股票的时候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做股票的时候 一定要淡定 别没事 一天到晚 就是有的人就是这种 哎呀 跌停了 要问我 怎么办呀 什么什么 对吧 你自己耐心看 我都教过的 做股票的时候 一定要冷静 看一下 不要就像 哎 我的股票跌了 马上来 为什么我的股票跌了 怎么办呀 你学的东西呢 到哪里去了 你自己看呀 对吧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海底捞 这是跌停的 对吧 这是跌停的价格开的 开出来是多少呢 两亿 有两亿资金 人家承接了这个跌停 当天跌停的时候 我看的 那天开盘的时候 我看了是四个亿的 这个筹码 就是四个亿的资金 这个筹码 封在这个跌停上 然后开盘的时候 就两亿八千万成交掉了 后面就是直接成交了 那么之前教过大家 这是反正就是 跟大家说一下 看到了啊 这就是昨天的这个分时 看到了 那么这个票 开盘的集合竞价 已经注定了 这个票今天 肯定不会被合掉了 我为什么说用肯定的词 因为四亿的封单是很大的 能够撬掉 这个一半以上 对吧 还有一个跟大家讲过吧 我之前讲过的时候讲过吧 我说任何一个股票 那你看他是 流通盘是四个亿 对吧 一个股票撬板 就是来撬板的资金 就第一笔来撬板 就跌停啊 撬跌停的资金 大过两个亿 就基本上 说明有资金 今天要做反核的 什么叫反核 这天不是跌停吗 对吧 他不跌停了吗 第二天又是跌停嘛 就要反核了 而且现在是牛市氛围 所以超过了两个亿的资金进场 来什么 把跌停板的筹码承接起来 那基本上就是要反核了 那么很简单了 对吧 既然是反核嘛 你肯定是来得及的 你看到了这个情况 你哪怕等他快要开的时候 进去搞一下 都是大楼 对吧 当天就是20% 然后再加上今天 账停 你30% 你等于也做了个被交手 对吧 我们有学员做到的 所以把这些东西 我交的东西一定要串起来看 一次什么视频 以前的这些视频 对吧 交的东西 你一次肯定搞不定的 等你自己做股票的时候 就反反复复回去对 那么下次再碰到这种情况 你就会从容应对 根本就不需要 这个别人再提醒你了 从容应对 对吧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你看啊 虽然今天科技这块 对吧 就是我们讲的叫 半导体啊什么的 并不是特别的 就是不是什么市场 涨得最好的 但是像你 比如昨天买了文艺啊 哪怕你搞了背铃啊 这些 都是远远跑银市场 对吧 是不是远远跑银市场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你就知道了 什么叫 是有辨识度的品种 对吧 虽然你买了一个 因为 这里面还牵涉到 它不但是半导体 还是什么 还是一个 重组 重组线 对吧 重组线 那讲到重组线 正好把这个内容讲一讲 我把重组线的内容 今天很重要 我跟大家讲一讲 因为我就不在 公开的地方讲了 就不在 不会在那个 直播里面去讲 好吧 昨天晚上 是不是又有一家停牌的 重组吗 叫杨古华太 对吧 它重组的又是一家 半导体骑 半导体骑 我看一下 对它重组的也是半导体骑 它的市值也就40多亿 对吧 所以现在你看每天都有停牌的 那就重组线肯定很强呀 所以今天你看都 都都都 这种高标 对吧 重组的像那个 这个叫做华力 对吧 昨天也是的 第一天吧 今天又来 又涨定了 对吧 都很好 就根本就没有挂掉 对吧 就就没有挂掉 那么刚刚讲了这个杨古华太 对吧 杨古华太我们看一下 杨古华太我们看一下 就是那个叫 它准备收购波米科技 大家知道波米科技是干嘛的呢 波米科技是半导体封装材料里面的 龙头选手 而且是被华为清点的 这个波米科技是半导体封装材料的龙头企业 就是半导体材料里面非常优秀的一家企业 而且是被华为清点的 那你想想看 如果收购成功 对吧 就是收购成功 那杨古华太牛逼了 这肯定大几倍了要翻 对吧 按照现在这个市值 我估计150亿都挡不住 所以大家都知道了 好 然后再跟大家讲一下 你们知道为什么光字科技会涨那么多吗 因为它收购的企业 对吧 它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自己在这个地方 大家能够算得出来 对吧 比如说在这种地方 二十几块 对吧 二十几块 它的市值也就是30亿 30亿的市值 它30亿的市值的公司 它收购了一家200亿市值的公司 200亿 而且是跨航的 对吧 也是半导体材料 最半导体的公司 那这叫什么呢 这就叫蛇吞象 蛇吞象 这就叫蛇吞象 所以呢 在在重组里面 蛇吞象是最牛的公司 蛇吞象是最牛的 但之前你们看到这个 中航电车 其实也是蛇吞象 对吧 就是中航电车在这个地方 不是也是搞收购什么 也是蛇吞象 一样的 就这里 这里对吧 当时的这个传闻吗 中航电车 也是蛇吞象 我跟大家说一下 反正就是 你们记得 小市值的公司 市值很小 比如说流通市值都是在 总市值在50亿以下的 总市在50亿以下 它只要收购的企业 收购的企业 它不见得是50亿 就是它讲的是估值 比如说人家对这家企业的估值 现在都是收购 科技企业半导体为主 对吧 这就是为什么半导体 有可能就是这一轮行情 这一轮牛市里面最大的 这个就是 就是我们讲的 上涨最大的板块 那么 蛇吞象 是指你本身是家小的公司 50亿下的 然后你去收购一个标的 这个标的可能人家的估值 我说的是估值 就未来的估值可能是100亿 甚至更多 对吧 那你就叫蛇吞象 蛇吞象的公司一般都是什么 四五倍起步的 就涨幅能涨到四五倍 那么像这个光智就是五倍了 对吧 其实就是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 那么收购里面呢 又分 比如说强的收购 就大的收购 小的 比如说通威去收购一家某什么企业 它没什么 没什么大用 因为它本身就很大 所以你说 未来什么北方华创去收购一下 小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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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导体企业 那这种呢 最多就是加风向 对吧 也就是能涨一涨 没有什么大的 大的 花头的 对吧 就是你别指望说 北方好像又翻了一倍 最好的都是蛇吞象 好 然后呢 第二好的是什么呢 就是跨航收购 就双主业 那就是双城 就是双主业 所以它长得也很多 对吧 就它原来是做一二代 然后去做了半导体 就双主业 那么 回过来 这个呢 既是蛇吞象 又是跨航 又是跨航 对吧 也是一样的 这是第二好的 这反正就是 蛇吞象第一号 跨航第二号 然后我们说一下收购的 收购的那个方法 最好的收购是现金收购 就是我账上有钱 我私下上市公司 比如我资金股上来 我账上 我募了很多钱 我比如说手上募了 有十几个亿 对吧 我直接就搞并购了 那我有的是钱 对吧 那我不需要再定赠了 我不要再像特定这个 就是特定人去蒸发了 对吧 就是蒸发股份 那这样的话呢 他的这种收购是什么 不影响股本的 就他的股本是多少 还是多少 因为他拿的是现金去收购 不存在这个股本的问题 对吧 该多少股本 这种也很厉害的 这种股票涨起来不得了 涨起来不得了 为什么他在没有 这个没有这个 增加股本的情况下 他能够这个 就是完成收购的话 一旦完成的话 那对他来讲 绝对是个加分项 对吧 然后呢 至于业绩的政维要两年以后了 对吧 所以市场会非常追捧他 那么次一等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半现金 一半发行股份 一半现金 一半发行股份 这次一等 那就稍微差一点 但不管怎么样呢 也还行 因为他自己拿出现金了 对吧 那么现金部分 不折合股份 蒸发的部分 要折合股份的 对吧 本来是 比如说他本来是 一个亿的股份 那因为 他又要发行5000万股 去这个融资嘛 对吧 融资以后 对所看上的标的 去做收购嘛 那么这个呢 就是稍微差异的 最差的是什么 最差的就是 全部没有现金 全部就是靠发行股份 来这个收购资产的 这种其实对我来讲 我是不太感兴趣的 或者说我认为 这是偏利空的 对吧 因为增加股本了嘛 好 这是三个不同的维度 所以你们以后 等于说 你要去看这些收购 你一定要 收购案例 你要去看到 就你自己要去看 你想做这种收购的东西 你要去看 我为什么会去做 对吧 之前大家很多人 都知道我做这个 那我为什么会去做二波 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 跨行收购 跨行 对吧 就跨行业 就收购 那么一般都会有二波 所以我会做 特别是辨识度比较高的 又是半导体的 那么就会去做 就这个 然后呢 为什么我说 这个可以套利的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舌吞向 加上跨行 所以我认为会套利 对吧 跟大家讲过了 对吧 我说会这个开板 对吧 就是开板会回风 然后你能做套利 就这个原因 那么 富乐德这种你看 今天都有 都有套利 对吧 昨天也是这种情况 今天也能套利 所以你要去套个利 是不是很容易 对吧 那这些东西 其实就是 我跟大家讲一下原因 对吧 我不是说光 哎呀 你看 这个 那你说 如果 我不是因为做这种 我不是因为做这种 叫什么 有看头的这种 抖音号的直播 对吧 比如说我自己去开个号 做直播 我也不需要告诉 别人什么原因 我只是告诉你 比如我这天做直播 我只是告诉你 明天赴某德 开板了 可以去套利的 那套完了 人家应该赚了钱了 我再去开个直播 是不是刷礼物的人不得了 对吧 但我只是说 我把原因告诉你 希望你能学 希望你能学 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 道理都是一样的 那么 什么样的重组股 现在肯定 因为我 我说一下 我因为是经历过 那因为2023年到2015年 那个时候是互联网并购 那个时候叫互联网加 最牛逼的 这个指数 就创业版指数 很多股票也翻了十倍 对吧 创业版 那个时候其实也是搞的 并购 对吧 后来呢 你又 你会发现 牛市结束了以后呢 就是商业减值 对吧 就商业减值嘛 就要具体掉 所以并购也有缺点 对吧 但是呢 现在大家还是要去看一下 并购的一些项目 到底是好不好 对吧 就是还是要去看的 什么样的股票 还有二波 并购完了以后 还有二波 那并购第一件事情 就是意象嘛 现在都是意象 没有最后落地 没有说我完成并购了 对吧 这是意象 意象呢 会炒一波 那么等到完成并购 那你要看他并购的对象是什么 完成并购的时候 就是我说的三个条件 如果是现金邀约收购 全部现金邀约收购 这股票肯定很牛的 还肯定是有二波的 对吧 第二个就是一半对一半 那么一半对一半 主要是要看标的 如果标的是非常好的 那么还会有一波 对吧 剩下的那个就不用去看了 反正就这两个是最好的 对吧 如果收购的标的很烂的 那有可能二波就是坑了 你要小心点 好吧 这个就是怎么做并购 那今年最大的 因为这是这个管理层的意愿嘛 对吧 大家都要搞并购 为什么要搞并购呢 因为搞并购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能够让上市公司 这个少一点 对吧 二波的节奏能够有效的控制 不然的话 大家都这个不得了的心股上来 谁受得了 对吧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什么呢 我们也看到发心股 但心股的节奏相对来说 是比较缓和的 第二个呢 是因为大家都去做了并购 那么有并购实际上最好的是吗 一个是舌头一下 还有是绝对的烂公司 就烂公司并购 其实就是重组了 资产重组了 就烂的不得了了 本来要退市了 突然之间他就搞了一个并购 而且并购的企业比较好很多 我这么跟大家讲 大家就能明白了 一个连年亏损的公司 比如说我一直亏损 每年亏损这个几千万 对吧 好 我现在去并购了一家 能赚几千万的公司 那等于说什么呢 我并购进来 他就并表了嘛 对吧 就一旦成功了 他要并表 那我就变成可能是一个不亏的公司 甚至于小福盈利的公司 那这个就是从不及格到及格了 这家公司从不及格到及格了 那就是利好 所以呢 并购原则上最利好的公司是什么公司呢 就是小公司 差公司 小公司呢 就是我们说的舌吞相 差的公司呢 就是真正的资产充足 所以这两个是最利好的 那么然后呢 你们自己要去看 未来这些公司出来了以后 对吧 可能后面还会有并购啊 什么的 哪些是属于我说的这个范围 对吧 包括他的最终的收购 是用什么方式来收购 是完全是现金邀约收购 还是说一半现金 一半蒸发股票 对吧 这些东西都要去看 然后呢 收购的标的 就像我跟大家刚刚讲了 对吧 就是那个 那个杨古华泰收购的 这家米波科技 这个是好公司 所以呢 就这些东西一定要去看的 这个就是基本面 你不要以为 就是人家老觉得 好像我天天来跟你们讲 讲这个技术一样 对吧 天天来讲这个技术 什么都不知道的 这些东西 其实我是知道的 对吧 实际上呢 因为对于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讲呢 就是有些东西 你是可以在 这个互联网上获取的 对吧 有些东西呢 我要跟你讲一下 比如说什么新闻啊之类的 我就不讲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的 对吧 那么更多的就 跟大家讲一些操作层面的 但不代表 我是不知道 基本面的 你别忘了 我以前是做新古绝经的 我当然知道什么叫基本面 对吧 不可能不知道呀 对吧 后面你们还能看到 我怎么跟你们 录那期财报的 对吧 因为最近两天在整理资料 太忙了 还没给大家录 反正也不急啊 三级报也没出完 出完了以后 给大家录 录完了以后呢 是给大家干嘛的呢 不是给大家看三级报的 是为大家 在为 就给大家准备年报 跟名言一级报的 那个才是重头戏 然后你去 你去选 就按照我的方法 你去看一下 你的股票 或者你想选的股票 是不是符合这些条件 对吧 那个是比较重要 好吧 那么 这个关于 重组啊 关于这个 并购这块 对吧 那我就跟大家 讲到这里吧 就讲到这里 好吧 那么 然后说一下这个 刚刚我们说到的 就是 指数的情况 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对吧 就是我认为 成交均量线很重要 成交均量线很重要 那深圳市场也是一样的 如果说量了就麻烦 你看这种缩量 对吧 上来 它还要下去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下周呢 就是 下周其实也是月末时间点 对吧 再加上我说了 其实美国大选嘛 11月初 还有美联储的会议 所以这几个时间点都比较重要的 这就造成什么呢 我们先不说市场会怎么样 就会造成什么 大资金还是会相对保守一点 大的资金会相对保守一点 所以这里是存在什么 是存在上去以后 就是我们讲的缩量反弹以后 对吧 创个新高再下来的 这个大家防一下 要防一下 特别是成交量这块 要防一下 我周上好像跟大家讲过 对吧 如果我是主力的话 我就 回一回再上去 对吧 再往上 因为为什么这里上方 还有个3350的高点 再冲一下 那如果今天下午冲了 到周一再冲一下 那这更完美 就更完美 而且周一是个非常好的兑现点 为什么 如果今天是指数又上去了 大家都可能 周末又群星激昂了 对吧 大家都觉得没问题了 继续反弹 反弹有可能就 就冲高了以后 就会回落了 然后就慢慢调整 这个是运木效应 那么还有呢 就是调的时候 你要特别小心 就调的时候什么呢 就是也有可能会说什么 就是这里是 再来个阴线 对吧 再反复一下 或者说周一冲高回落 周二周三连续两根中阴线 都有可能 因为在这波 这波这个调整的时候 上阵是没有出现过连续 三根以上的阴线的 就是吧 就两根嘛 那么 创业版最多就是三根 也是最多 因为这根实际上是阳线 对吧 最多就是三根 就是最多就是三根 那么也就是说 后面你们只要记得 不出现三根 以上的这种阴线 调整的阴线 那么 比如说跌了两根 对吧 第一根跌百分之一点几 第二根哪怕跌百分之二 这种都是一个绝佳的买点 都是绝佳的买点 到时候那个反正我实盘 还会跟大家提醒 提醒 好 那然后我们回到分时 再来跟大家讲一下 今天呢 这个大盘的分时是 一二三 现在涨了三波 三波呢 一般开盘还会冲一冲 就是等一下开盘会冲一冲 那么冲完以后 如果是三波以后 没量了 之前我教过大家 三波以后跌 就是往往下调整吧 对吧 调整的时候也是三波 那么调整一般来讲 第三波下来 你反上去不行 那就继续调整 对吧 那这里是上涨的三波 那上涨的三波也是一样的 如果量能萎缩 对吧 就冲上去量能萎缩 跌下来 那么这个地方你要小心 有可能日内的高点就出来了 后面就是一个震荡 比如说回落以后就是震荡 那除非是什么 不继续下五量 它才能一直往上涨 或者说一路震荡向上 所以一般来讲 现在是涨了两波 对 现在是涨了两波 就是两波 两个尖角 这个山因为还没有完成 这个山没有完成 就是两个尖角了 对 没错 两个尖角 两波 就是这个两波 那么如果山坡以后出来 比如说往下 再往上是出这个背离点的话 那有可能就差不多了 所以下午的成交量是很关键的 这个是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关于分时的情况 分时的情况 那么 板块其实今天就很明显了 对吧 就是基本上是谱涨 就是那个叫什么 今年晒到零涨 然后高股息率跑出市场 跑出市场 那么这个 就是 今年个股的情绪也是非常的饱满 对吧 所以整个赚钱相应没什么问题 那我十点 十点半做语音的时候 跟大家讲了 今天情绪在那里 对吧 个股你就不用担心了 怎么也没什么问题 就涨多涨少的问题 就涨多涨少的问题 然后呢跟大家讲一个情况 讲个情况 虽然现在大家知道 股票一个股票 一个记载出来以后呢 大家都是 都是这个 找20厘米30厘米的 对吧 但大家也别忘了 也别忘了 实际上10厘米的股票也是很好的 因为 就是因为你们都是做了弹性 那10厘米的股票就开始走这个 趋势了 比如说 你看 这个 我这么说吧 任何软件 对吧 任何软件是属于20厘米的代表 黄和黄蒙的 但是呢 昨天你看 这个长山北明 创了新高了 昨天涨停 今天创了新高了 虽然盘中是有一些 这个 这个消息面的影响 但是我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实际上10厘米的票 它容易走成趋势 而20厘米更偏弹性 所以10厘米后面的票 还是要关注的 不是不要关注 同一个板块里面如果有辨识度高的10厘米的票 比如说像这种青岛金王 对吧 就是那个 青岛金王 对吧 像这种 它代表的是跨境支付 对吧 你看他也走得很好 10厘米的票 海能达也是10厘米的票 这个 就是 叫什么 这个双城要 也是10厘米的票 对吧 所以10厘米的票 其实也是有好的 也是有好的 就是那些辨识度比较高的 特别是换手办的比较好的 10厘米的趋势票 你也可以做 不是说不能做 都都要去搞到10厘米 他这个20厘米30厘米里面去 对吧 所以是实际上一样的 最终我告诉你们 就是等到牛市结账的那一刻 你们会发现大部分的股票涨幅差不多的 就是这些10厘米的龙头 跟20厘米龙头 长得差不多的 长得差不多的 所以呢 选择上呢 就是尽量 如果你要靠10厘米的 你都尽量看看 那些10厘米走趋势的品种 对吧 走趋势的品种 然后呢 20厘米这种呢 就是短期鞋力太大的呢 你可以扔掉 可以扔掉 甚至于再切换到10厘米 比如说一个板块里面 20厘米长完了 10厘米的 你会觉得还有高度 而且它有一个好的换手 那你就会再切回10厘米的去做 这个是一个 可以切换的一个路径 可以切换的路径 那么这个呢 是这个 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是一个比较好的情况 所以呢 从这个 就是角度上来讲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反正大家就是 你在选择一个板块的时候 你就把那些10厘米 20厘米的标的都标注出来 对吧 以便你在后面交易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路径 对吧 你要知道你去哪里交易 哪里交易 那我跟大家反正说一下 就是别嫌烦 对吧 那么 你看我也早上给大家整理 比如说业绩啊 什么的 对吧 后面我觉得 等到这种题材轮得差不多的时候 很多业绩票 它会慢慢走趋势的 包括 包括这个 包括这个 嗯 半导体里面有很多 有业绩的股票 对吧 其实调整反而是机会 调整是机会 因为这些业绩票会慢慢慢慢 这个后面就是走成趋势 这个业绩 所以 就是在一个板块里面 业绩肯定是加分项的 你不要以为它短期调整了 对吧 因为涨多了 它调一下很正常 但是有业绩的 肯定是加分项 后面还会慢慢慢慢 这个往上走了 啊 就这个道理 新能源赛道呢 其实大家看到了 这个三七报出来 业绩都不太好 那么这个里面呢 实际上就有一个叫做 玉力空而不跌 所以对新能源赛道 我还是维持 这个 之前的观点 就是我认为这个 新能源赛道应该慢慢 开始要 往上走了 就它的重心开始要抬高了 但是呢 它不会说很猛烈 把把逼空的那种上涨 对吧 更多的可能就进一退一啊 进二退一啊 进二退二 这种可能性更大 就慢慢的往上 那么在这之后呢 就会轮到什么呢 就会轮到 比如说创新药 医药医疗了 就是这个也会慢慢来 比如说你看今天的这个 对吧 耀明康德啊 这些也涨了 什么康龙化成啊 你看它也是在慢慢 往上推了 对吧 就是往上推 虽然慢一点啊 虽然慢一点 但是实际情况就是 呃 这些品种都会 外的订单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是呃 板块都是有节奏的 就板块都是有节奏的 那么比如说 呃 医药之后 应该就是要轮到消费了 把轮到消费了 就像你炒AI的时候 对吧 大家都知道 炒着炒着 就是AI应用了 AI应用后面 就是炒人形机器人了 反正就是这个 这个路径 大家一定要把握好 啊 还有呢 就是在做交易的时候 尽量往前排的股票靠 啊 这个不是说 呃 以前可能大家理解就是 哎呀 你们就是要叫我们去做概念股 炒概念股 不是的 因为在同一个板块里面 你往前排的股票靠 跟你自己手里个后排的股票 涨起来天差地别 对吧 所谓的前排排就是我们讲的 领涨股票嘛 对吧 就是你已经在这个板块里面 当然去跟领涨板块为伍嘛 其实就是说白了 就是比如说 新能源赛道 我周三给大家的三个标的 你看今天都是很好的 对吧 你要不就不做 对吧 不做的话 你就这三个标的里面去选 随便选哪个都是涨停 还怎么样 但是你非要去搞来搞去 搞些后面的 对吧 经常听人家讲 哎呀 这个还没涨 要补涨 好了 你同样就是花了精力 对吧 你花了钱去交易 那为什么结果不好呢 就这个道理 对吧 就是我说了 现在是一个进攻的市场 你要往火力最猛的地方去进攻 因为这样你的收益才会高 别被人家洗脑 好吧 因为我们 我说了 我们其实都是在来这个市场赚钱的 既然是赚钱的 那么安全肯定是一方面了 但是在有辩识度情况下 对吧 在市场本身有很好的上涨基础情况下 那你当然是往前前面靠了 不要去往后面的中 不要去做后面的东西 好吧 那 呃 最后说一下 就是 今天晚上 护生指数都是站上了五路均线 那么五路均线既然收复了 那么我们没有理由说主动去看空 对吧 那么今天就是持股 或者说是 有些后排的票 就你 你一些跟分的票 就涨得明显差的 你可以减一减 我认为反正就是在腾点仓位出来 就这样 好吧 那么下午就是 重点就是看成交量的情况 对吧 就看成交量的情况 好吧 其他我觉得没什么 因为今天 呃 下午反正就是看成交量 如果没有成交量 就 指数肯定还是深强厚落了 哦 还有一个没讲 就那个券商 券商实际上现在大家可以看 早上我做语音的时候 说了 每天都换一个 对吧 换一个 这个今天换第一创业了 但是呢 你看 就是因为成交量不够 他没有持续性 没有持续性 像天风就跌了 锦龙就跌了 对吧 这个 这个国海 今天表现不好 国海锁点掌停 对吧 你看他每天换一个 那么这种换一个呢 就本身代表着不强 强的话是什么呢 就券商板块顶上去了 这叫强 那指数就 划上顶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们也从 就券商板块 从侧面来讲 他就现在就是内部轮一轮了 他就维持这个市场的 这个一些 比如说 对市场有一个 维持的作用 不能说对市场有一个 引领的作用 对吧 他只是一个维持的角度 那么什么时候 券商又来 引领了 那就不一样了 对吧 也就是说 券商指数 你看现在他都是这种 缩量了 什么时候再放量 来一根这种东西 那就引领了 要去突破了 好吧 那么他的引领的 一个标志是什么呢 中心证券可能会出一根中央线 到目前为止 中心证券就在这个地方 出了一根中央线 不够的 这个肯定不够 还要有根中央线 那么这个就 有可能就 券商又会启动一波了 好吧 那今天中午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就这么多 下午反正就 大家看好就行 就是手里的股票 多多少多少 都是都有涨的 就涨的多一点 少一点 就在今天 比如说涨户 比较好的板块里面 你的股票是落后的 那么你要减的话 就减些 减些这些品种 对吧 其他就没啥了 那半导体这里呢 我也说一下 整体看上去不是太强 除非下午能够放量 上去 不然的话 这个地方 我觉得半导体 可能也会修整 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就是或者说 没有预期那么好 本来我的预期 这里应该要出根中央线 就是调完了以后 要出根中央线 才差不多 但这个中央线 反正就是 要不就今天下午就出来 对吧 要不就周一再冲一下 就是两种情况 那么 即使是出现 这两种情况 任何一种 那半导体板块 也差不多了 就这波 应该也是差不多 因为是从 整体的成交量上来看 比如说我们看 科创板的成交量 也是一样的 开始说了 就代表什么 因为科创板跟 这个半导体的 这个图形 基本上差不多的 只要成交量一说 它就很难上 就很难再去 把这个上一线给突破 这个就是跟成交量 有关系的 好吧 那么反正下午 大家就是看这个 成交量 没有成交量 就别太激动 很多股票涨了 它不是为了真正的突破 更多的有些股票 可能还是要完成 对10月8号 9月 10月9号的那个 上影线的去 这个反抽吧 或者说是对 这个上影线的去突破一下 对吧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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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